《屈原》是我国两千二百多年前 一位杰出的大诗人 他的离骚、九哥等著名诗篇 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对善与美的向往 和对恶与丑的憎恶 在当时 他既无力驱除黑暗 又不愿铜流河屋 痛苦和失望 逼得他投进了湖南密罗江自尽 七子慈是为纪念这位诗人而建立的 每逢端午节 我国人民都要包粽子 纪念它 相传 屈原投江以后 人们包了许多粽子 投到江里 希望鱼虾吃粽子 而不要伤害屈原的遗体 在花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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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热爱 赛龙州 盛行于江南水乡 据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驱走蛟龙 保护驱缘的尸体 驱缘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将永远怀念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